2008年日本一档节目 播冲了几条曾在电视剧中出现过的灵异影像 其中一条就是您现在看到的 剧中一闪而过了一张苍白的人脸 这张人脸至今没人知道它属于谁 到现在还是日本互联网的热门话题 还有一条更炸裂 在一档针对初中生受众的电视剧中 背景出现了一个疑似人头的物体 一度吓得不少初中生都不敢去学校 这些影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要从1998年初春那一天凌晨 开始说起 当天剧组加班到深夜 正在剪辑一部名叫《立入禁止》的电视剧 之所以剧组这么干 是因为这部剧在电台已经播出了好几集了 他们现在剪的这集就是今晚上要播出的 当时已经到后半夜了 导演都有点扛不住 就想靠在椅子上偷偷耳 结果他刚迷糊着 就听剪辑师大喊一声 这谁啊 大家赶紧凑到屏幕前 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他们从未见过的苍白的脸 但这个地方按理说不应该有人才对 为了了解这个事 咱们要先补充一些背景信息 正在剪辑的这场戏 是剧组去年10月份 在东京的一家酒店的套间里拍摄的 是这部剧的最后一场戏 拍完后剧组就杀青了 前一场戏演的是变态杀人筐 男主和女主在客厅里对话 男主想趁机杀了女主 但女主早有防备 在男主拿刀的一瞬间 举起手上早就准备好的防汤喷雾 喷了男主一脸 出现人脸这场戏是惊魂未定的女主 慌忙跑到房间里锁好房门 男主虽然在外面配合女主 但按理说她是不应该入画的 导演的第一反应是门外的男主穿帮 结果他放大镜头后发现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张脸和男主的装造大相径庭 并且绝对不属于剧组中的任何一个人 之后导演就觉得有可能 当天有剧组的工作人员的朋友来探班 结果乱入 但大家都表示不认识这么一个人 这时剪辑师站出来说 当时那个位置就不可能有人 他记得十分清楚 他一边拿了张纸 一边和导演比划 剪辑师清楚的记得 当天他们拍摄的酒店 是一个两尺一厅的布局 前一场男主的对手戏 是在客厅的这个位置拍摄的 这场戏拍完后 摄像和灯光就开始进到小屋里 布置下一场戏的场景 与此同时 他和导演就站在小屋的门口 给女主讲戏 待场景布置好后 导演就和剪辑师 去个另一个房间看监控 两个人当时所在的位置 都是靠近门口的地方 如果从视频中 人脸出现的方向倒推的话 这个人当时所在的位置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如果这样的话 他和导演当时不可能看不见他 这就成了怪事 大家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办 但由于今晚这场戏 必须得播 导演最后命令剪辑师 你就把画面放大 把这张人脸给我裁掉 这样观众就看不见了 后来这部剧 再也没有在电视台重播过 据导演的说法 是电台在知道这个事后 恶令他把母带封存了 直到20年后 原始版本才在一档灵异节目中 功之于众 节目组最初的猜测 是拍到人脸的地方 会不会当时有个镜子 或者其他能反光的物体 无意间反射到了某个人的脸呢 但导演坚决的表示 不可能的 我这么专业 片场不可能出现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作为导演的基本修养 后来那节目组又怀疑 这个东西可能不会人脸 只是在某个拍摄角度 被剪辑师误认成了人脸 毕竟两年前 刚发生过一情类似的事件 2006年NHK播出了一档 以中学生为受众的电视剧里 出现了一个疑似人头的物体 结果后来被证实 这就是个书包 只是特定的一针看着像个人头 就被好事者发到了网上 引请了轩然大波 说实话还真挺像的 但很快节目组又被打脸了 因为当他们把画面放大 且慢速观看时 就发现这绝对是个人脸 因为这个人的脸 在整个过程中还在微微晃动 眼神也在跟着女主左右移动 就像看着女主拍戏一样 绝对是活生生一张脸 就当节目组也分析不冲 一个所以然的时候 剧组的说音师 给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 他说这张脸 是属于他们工作室 已经去世的房东 他之所以这么说 是因为他们工作室的房东 在拍摄这场戏的一个星期前 刚因车祸不幸去世 换句话说 当天就是房东的头期 说音师说 这位房东是个善良的人 所以他认为这张脸也是房东的 房东临走前放心不下 一直看着他们杀青才离开 但这种说法 未免也太牵强了 属于强行制造悬念 总之这个人艺节目 最后也没说出来个所以然来 然后就草草结束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事 感觉最有可能的 就是剧组用这种阴间的东西 玩营销 日本综艺节目 一直有玩这种花活的传统 比如2001年 就有一档嘉宾随机 去农家蹭饭的节目 就在一个独居的老他在家里 拍到了一个恶狠狠的偷看的人脸 这个事当时在网上 也热议了好一阵 但事后很多人就发现 在人脸出现的前几秒 曾有一个穿着条纹衣服的人 从嘉宾身后经过 走过去的方向 正是人脸出现的方向 所以这张脸八成是属于 穿条纹衣服的人的 但仔细想想 咱今天讲这个事 可能不太一样 如果真的要营销的话 为什么当时导演 非常紧急是把视频给裁迁了 才在电视台上播出呢 这也说明至少在当时 剧组是没有想靠这种事情 玩营销的 并且当时互联网也不发达 即便有观众发现 也行不成现在互联网 这种病毒营销的规模 我在网上搜到了一个解释 这个解释假设了一个前提 就是男主并没有参与这场戏 是剧组的工作人员记错了 毕竟男主也不用出镜嘛 所以他开拍前并没有在客厅 这种说法认为 这张脸可能是属于 剧组的某个临时工 恰巧这个临时工 就属于剧组都不太认识的那种 我们刚才说过 拍这场戏是已经深厌了 所以这位临时工 当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 要回家了 他就打算给剧组成员们 告个别鞠个宫 结果他到现场以后 发现女主正在拍戏 就选了一个 他认为不会被摄像机拍到的位置 在旁边看 巧的是他选的这个位置 泰克说 以至于大家都没有看见他 等到女主把门关上 他才从门外经过 所以门外的灯光黑了 也可能是他离开前 随手就把客厅的灯给关了 虽然咱这个频道是个辟谣的频道 但这种说法未免也太牵强了 属于强行给人家家庆 又是临时工 我反复观看了录像 这种说法还是有些太牵强了 因为当女主进屋后 门外的灯光变暗 是有一个有远即近的过程的 所以可以肯定男主是在外面的 不然是出现不了这种效果的 所以这个事儿 至今仍是个悬案 由于年代久远 留下的信息也很有限 很多信息都缺失了 现在这个事儿 也许只有这张脸的主人 才知道答案了